平時我在家都喜歡煮西餐 因為味道是牽引人的感情 所以我喜歡煮西餐 來餵我老公的C香餅 今晚我就用煮飯堡 煮他最喜歡吃的Carnoloni 首先要煮熱的鑊 加牛油 通常不用讓它融化 炒香些洋蔥、蒜頭 然後加牛肉 牛肉不用醃的 就這樣炒鬆就可以了 加少許糖 Garlic salt、pepper 然後加少許酒 讓它的肉質出來 最重要是炒鬆的牛肉 現在就加香草 差不多可以的時候 我就放些菠菜下去 增加它的層次 而且顏色更好 而且菠菜有很多鐵質和維他命 我老公不喜歡吃菜 所以我煮東西 甚麼都加些菜 讓他在模型中吃了菜 他自己也不太覺得 OK 搞定了 我就會倒進大盤裡 讓它冷一點 因為我待會加蛋 這個時候我會放些麵包糠 吸收它的醬汁 趁它還是很熱的時候 我放些芝士 我吃很多芝士 因為我老公是瑞士人 很喜歡吃的 我會放很多巴馬山芝士 順便這樣的時候 就可以攪拌一下 讓它快點凍 夠凍了 可以攪拌蛋 它很黏 還有牛肉加了蛋 就會很滑 好 入袋了 然後用手去頂一下 因為它會脫 我喜歡把麵包塞得更悶 放一個下去 現在就加一些白汁 然後放些心思 先放好它 讓我老公多吃點菜 然後放芝士 我喜歡的芝士 然後芝士 融合在一起 就很好吃 加蘑菇 加點黑椒 乳酪 香草 完成 好 蓋上蓋子 放進鍋子 按下 15分鐘就完成了 只要有煮飯堡,沒有焗爐都能做得到 煮飯堡一個爐頭有齊了這麼多功能 內置的煮飯爐頭其實又是焗爐,一物多用 夠了,省位又方便 其實煮Carnelone不一定是傳統的大角爐 煮飯堡都一樣可以 有煮飯堡,中餐西餐都可以煮到 其實逐個晚餐不一定要去大酒店 兩個人簡簡單單在家裡吃飯都可以很浪漫